那個時候創辦民報 最直接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覺得當時沒有其他的一份報紙 可以代表你的立場 是嗎 《歐經大公報》 《大公報》當時是中國 很正派的 完全真實的 不講大話 不講假話的 支持文字的一個報紙 但是後來 它這個報紙性質慢慢慢慢改變了 做新聞工作不應該這樣做 最大的一個不滿意就是 關於人民公社的 人民公社這個 我一到廣東去看過 我說這個完全講假話 這麼一抹地可以身材 四萬斤五萬斤兩色 根本不可能只在騙人 廣州來偏偏廣東省 廣東省來偏偏中央 一直一直都在說 全都在講謊話 所以那個時候希望能夠 更有一個代表知識分子立場的 這樣一份報紙 我這個《歐經》都報紙出了 差不多拿著上次出了十年了 所以對報紙本身又有熱愛的興趣了 你看看